好,在了解了C元的基本编译过程过后呢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在不同阶段中会有不同的错误提示 通过这样的一个举例呢 也希望大家在初学C元的时候呢 能够尽快的根据它编译器所报的错误 然后定位我们错误的所在 好,我们先看第一种错误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预处理错误 预处理错误呢 因为我们根据预处理的概念 很显然它只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define和英科路的进行所谓的展开 也称之为红展开呀或者什么 那么我们的预处理中呢 我们最典型的出错就是英科路的出错 英科路的出错呢 我们来看 英科路出错它英科路的概念是什么呢 它就代表的是在把后面双引号 或者是监控号中的名字 以什么文件就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 有两种形式啊 双引号和监控号啊 这个提一下双引号呢 就指的是不仅仅从系统标准中去找 同时呢也会在我们的一些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就是双引号啊 在我们的当前目录下开始去寻找名字 然后监控号呢 就是直接在我们系统的环境变量中去寻找啊 这个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养成习惯是监控号都是系统库的 双引号都是我们自定义的投文件 一般来说习惯是这样的 那么它最常用的错误什么呢 就是就是not find 什么意思就找不到它 什么叫找不到 就是你在当前目录下确确实是没有这个东西 那就找不到 好那我们来看预处理错误中的找不到 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好 好回到我们刚才说的001.c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部分变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我不再写在这了 我不再写这 而是希望写到一个文件上 那么这个文件我们换成叫abc.h 那么这个文件就变成这个样子 define abc10 那也说同样的东西啊 现在在我们的001.c中没有了 没有了 那我现在我当时要想把mile编成功的话 abc必须要有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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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我们的刚才的abc.h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在这个位置上展开刚才的文件内容 然后同时在这个地方展开 所以这样的话编译呢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好 它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小心把这样的一个双引号 写成了一个什么 监控号 那大家看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大家看 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你一般来说查错误 不要从一般来说 你可以先看第一个行错误 然后再 再说后面 一般来说你改了一行 你后面很多错误可能都已经解决了 来大家看 你看第一行就说没有not file not file 只要看到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一般来说可能不是语法的问题 都是什么 都是由于我们出行马虎 导致让整个编译器找不到 找不到东西 找到东西一般就是路径问题 所以说你不要慌 这种问题是非常常见的 一般都是出行马虎导致的 好 那我们来看 那为什么找不到呢 我们来看 原来是监控号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监控号会不会找我们当前目录呢 不会找 它只会去干什么呢 只会去寻找在我们的系统 系统目录 很显然刚才我们生成的abc.h 在我们当前目录下 所以说你就找不到 所以它自然而然就找不到了 好 那么我们接着呢 我们来看 那我还是回过来 我们再把这个编译一下 第二种错误 第二种错误 就是我现在啊 确确实实这个abc.h呢 没在当前目录 而是又新建了一个目录 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inc目录 很多大家以后看到工程中都会看到 比如说我们专门针对投文件 都放到一个统一的目录下 inc比如说 然后我们把它移动过去 abc.h移动到当前目录inc里头 好 这个时候很显然 那当前目录确确实实也没有了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001.c 001.c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看 我还是把它改回来 双引号 那有同学说 那我这个肯定还是错的 为什么很显然这个地方当前目录确确实实没有啊 没有的话 他是不是还是找不到 对吧 还是找不到啊 那有同学说我能不能这样做啊 inc下的abc呢行不行了哎没有问题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啊也可以是呀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希望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 就是abc确实没问题啊 就是说还是这样写 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再介绍一个选项 叫什么选项 选项记得一般都喜欢加在前面啊 然后干个干什么 干个干 Начe的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 就这个预处理中一般错误中的很多解决方案啊 都可以使用一个叫做 GCC 干大写的 以啊 然后面跟什么呢 跟 我们写中文啊 跟 查找 投文件的 目录啊 这样一种方法去指定,去解决Ncuss Find 啊去解决,找不到嘛,找不到,我告诉你在哪儿去找 就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他为什么要找 就是要展开 他很简单 很傻 很傻瓜话 就是我只要找到 就把它打开 然后展开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看Nodefund 一般来说 你可以-i来去找 怎么找 来我们来看一下 -i 因为我们现在很显然 是在当前目录下的 INC里头有 所以我就告诉你 你不是找不到吗 找不到没关系 我告诉你 你再在这里头找一找 如果找到就OK 找不到 那再给我报错 对不对 好我们看 再回车 好 这个时候大家看 是不是就找到了 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第一种错误 就是预处理错误中 -i选项的一个使用 -i选项的使用 然后当然第二种错误 就是这种错误 其实比较常见 因为大家初学的时候 很容易就忘记 这些投文件放哪了 这是第一种错误 第二种错误 就是我们的编辑错误 编辑错误 编辑错误当然也数据多了 编辑错误 这个千七百过特别多 编辑错误主要是语法 主要语法错误 这个错误呢 大家可以根据提示 一般来看一下 比较常见的 这个地方就不好举例了 一个是分号往写了 要不然什么 这个大括号 对吧 要不然你没有跟对啊 或者什么样 一般来说 就是C元 基础阶段 大家经常容易犯了一些语法错误 这个编辑错误 希望在这个阶段 大家尽量就不要再去犯了 好 然后另外一种错误 就是我们的链接出错 这个链接出错呢 链接错误也是一个较为常见的错误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链接出错 什么叫链接 就是语法都没有问题了 语法都没有问题 就是最后怎么的 最后在打包的时候出错了 什么叫链接 我刚才我没解释了 它实际上就指的是 是把很多原材料 很多点欧 然后融合 然后生成一个可执行程序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链接出错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什么 原材料不够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 原材料不够 或者说多了 为什么要这么写 一会儿我们来解释它 这个我们来看 为什么要原材料不够 或者多了 我们来看 还是刚才我们的这个代码 比如说呢 现在我呢 确实是想用一个函数 叫VUIDFUN 这样一个函数 空函数 写错了 好 那么怎么用呢 那么很简单 大家知道 这个地方一写上去 只是告诉 只是称之为函数的什么 声明就告诉你 哦 我有这么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是个函数 OK 好 那么我要用 怎么用啊 函数的调用呗 对不对 函数调用 好 那么从这个语法上来说 没有问题吧 就是说从我们的编译上来说 应该是什么 没有问题 因为为什么 我用 我告诉你怎么用 然后你到时候用就是了 对不对 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哎 我们 我们用什么呢 就是我告诉你 我知道要找FUN 但FUN的实现在哪呢 哎 在我们的这一个点C中 好像体现不出来 对不对 哎 那也说实际上 是不是我们这样来说 原材料够不够 哎 可能不够 对吧 那我们看看它报了是什么错误啊 好 GCC 还是样 我们还是用这个 还是用这个啊 好 回车 好 这个时候啊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以后 呃 就刚刚我们那个刚讲完那个过程啊 如果你还记得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有一个 collect2啊 那很显然是谁在报错啊 链接器在报错 看到没有 链接器在报错 好 报错什么呢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记住 这个这个就是 undefined啊 其实所谓的 undefined啊 undefined 这种这种错误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原材料不够啊 原材料不够 那么原材料多了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原材料不够啊 就是你看我最后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这个 这个光有一个这样的001的原码文件生成的东西啊 它这个地方是必须要找到这个FU怎么实现 我才能把它打包生成真正的把Mile全部打包好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原材料不够 是这样 那当然解决办法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原材料拿上来就可以啊 最简单的方法是这样 第一个 那我就别声明了 对吧 我们去实现一下它 实现一下它 实现呢 你就什么空函数也可以 没关系 对吧 没关系 因为就说 它就像什么都不做嘛 对吧 但是确实有了 确实有了 好 这时候我们再看啊 好 我们再编译 好 这时候你看没有问题啊 就说明这个原材料刚刚好好够了 对不对 当然这是一种方法啊 第二种方法 我们再说一个方法 就说我还是按照原来说的 好 还是这样声明啊 但是原材料呢 我不想放到这个点C中 我换一个点C啊 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再创建一个 比如ABC点C啊 在这个点C中呢 我们去实现FUN的原材料 就是它里面到底是做了些什么啊 我们在这里实现啊 好 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也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两个原材料同时打包生成才行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方法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多个点C该如何打包呢 打包成一个可执行程序呢 就是我们要分分开对不对 分开来做 像我们在工程中啊 一般来说就是一个人负责一块对吧 只要最后合在一起对不对 那怎么合呢 最简单的方法是这样 第一个我们直接-old build的 然后把001.c翻译过来 我们说这是不行的对不对 还得加原材料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简单来说你可以这样加 就你把input文件啊 多加几个啊 然后它这样的话 GCC很聪明 它会自动的把每个点C都去怎么的 都去编译一下 然后打包 因为我们注意啊 这个链接之前 是不是应该把编译全部过了 过后才能链接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涉及到两个点C 是不是应该分别练 分别什么 分别汇编 或者是分别编译对不对 然后最后才能链接进去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这样写没问题啊 但这样写呢 我这还没还加一个那个啊 刚刚打I inc啊 这样啊 好 那么这样你看写也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但这个呢 这种写法呢 其实不建议大家以后这样写 而是希望大家写成什么 这样写 你不有一个第一个原材料是001.c吗 对不对 我们希望它干什么 你先把第一个原材料准备好 叫做 比如说我们叫 A.O 好吧 好 你看先把原材料准备好 还没不着急打包 不着急打包 我们接着呢 把什么 把ABC.C中 干什么呢 还是 还是先把它生成什么 生成我们刚才说的编译过后啊 或者说刚才我们说的什么 汇编过后的这个文件 原OBG啊 叫目标 看没有 目标文件 然后把这个目标文件啊 你看一样的 这没问题啊 然后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称之为有两个目标了 A.O和B.O 然后最后我们在GCC中 -O Build 然后后面跟两个原材料 大家看啊 两个原材料 好 一回车 这个时候Build 是不是也可以编译成功 看没有 所以说啊 这个原材料不够 也很好解决 怎么办 去实现啊 你呢 你就干什么 去寻找 寻找这个标签啊 就标签 是否实现了 对不对 或者说实现了 但是你我怎么的 在链接的时候 是没有把它 把它给加进来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第一种啊 你看实被实现 第二种怎么的 在链接时 链接时 是否什么 加入 一起 干什么 链接 那么一般是这样的 一般是这样的过程 那当然我们现在演示 一个多了 这个多了也不行 少了也不行 那么为什么多了不行呢 因为假设我定有两个F原 那链接器 是不是也傻眼了 就是我怎么知道 该用哪一个呢 你看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因为我们现在的编译方法 是这个方法 对吧 好 那你看 我现在把001再变了 我这呢 干脆给你 怎么的 由于不小心 我也把你给定义了 看到没有 我也定义了 然后这里头 我们当然做个事情 比如print for 这个都没关系啊 好 那这个时候 当然因为原码变了 当然我们的原材料 也要变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重新进行一个 是什么 再进行一次编译 编译 那么这个编译呢 我们就直接编译 这个001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 这个abc是没变的 对吧 abc没变 你可以还是用原来的b.o 好 001 回撤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重新进行链接 我们来看看 他报的是错误 好 一回撤 好 这个时候 大家看 就又出现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 就是叫做 multiply define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多了的一个情况 多了的情况 多了的也很好解决 就是啥呀 就是我们 多次 实现了 标签 对吧 多次实现标签 怎么的 那么就看 我们到底去掉哪一个 对不对 只保留一个 最终就是只保留一个 只保留一个 好 一个标签的什么 标签的实现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关于 c语言常见的几个错误的 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 当然在我们后面 随着课程的深入 他们我们还会对 c语言中 gcc中一些选项 包括一些 每一个编译过程中 涉及到一些 具体的概念 还会进入再深入 那么这个先列出一个 简单的几个部分 谢谢大家 呃 感谢观看